物以類聚 人以群分 這句話自古以來已經有 疫情下台灣閉關一年多了 街頭少了六客團 但同時多了香港人移居台灣 究竟台灣人會不會覺得 香港人其實跟大陸人都差不多呢? Hi 我是Alpha 很多香港人在台灣這一邊 一開口說話 台灣人就會問 你是否香港人? 他們不會問你是否大陸人 那究竟台灣人是不是這麼容易 分得出香港人和大陸人呢? 那我們這次就來到西門町這裡 問一下台灣人先 還是會有一點分別 有嗎? 有嗎? 一般來說應該都可以吧? 在講話嗎? 看點就看不出來 對 交流的話應該還算分得出來 感覺就是那種氣質的感覺比較不一樣 你是香港人對不對? 對 聽口音了 台灣人、中國人、香港人 不是都很難分嗎? 如果你不講話的話 講話最明顯就是口音 香港人講話看起來好像比較兇 對 台灣人的話講話好像比較順中國人 是中國人 他們講話比較大聲 然後是會比較有捲舌音 看樣子的話看不出來 聽口音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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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用 ***開頭的 香港人的女生比較大大大嗎? 我覺得 我認識了幾個講話 然後行為模式比較大大大的 大陸人嗎? 對 香港人比較合餐 他遊戲上認識香港人 他們其實都很好喝 上是吧? 他們都會想說 大家就進來一起聊天啊 沒有距離感 香港人比較OK 認識一個香港女生 arkadaşlar 香港男生 發錢毫不手軟 砸遊戲都是用萬在砸的 沒有人用錢在砸的 超級好聊天 就我印象中 會對大陸人的那個想法 就是會比較偏向壞的那一面 香港跟大陸那一面是分開 我自己覺得 我接觸的那時候是 附近鄰居的那個大陸配偶而已 他後來跑走了 然後不知道跑去哪了 他娶回來 然後後沒多久就跑掉了 他們會拿那個棋子 在前面搖這樣 然後著名景點都一定會停留 醬拍 醬拍照 他穿著包紫色外套之類的 香港呢 香港會怎麼樣 他們很多應該都是 自由行吧 然後就會戴相機 看起來就比較文青一點 其實吃蜘蛛餐的時候 大陸人會拿整個盤子去挖 香港人會很有禮貌的去夾 他們行為就比較落後 就真的是氣質問題 完全是氣質問題 我是學生 但我之前下課都看到他們 因為我在40S那邊 我根本就不喜歡他們 因為他們真的很吵 也沒有什麼 有時候行為會有點脫序 就是音量也沒辦法控制很好 也沒有很文明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他們出來就像是 放走了幼稚園的學生的感覺 對 就很吵這樣 我覺得不能接收這樣 但是你剛剛是有點害怕 有那麼一點點害怕 你到底怎麼走路 要去彈一下 有沒有 因為感覺比較斯文 腳會夾在一起 走路夾腳 中國人比較 比較不好控制這樣 對 會有一些行為會比較 free一點 小心在景點就會看到一些 簡體字寫在一些地方這樣 說話是會有啦 會比較 不會顧慮旁邊的那種感覺 什麼之類的 會比較放得開 去香港消費的時候會 那種服務的那種感覺是確實 你們會比較擠 然後可能 講話會比較直接一點 態度上來講 我覺得台灣的服務業 還是會比較和善一點 觀光客 亂丟垃圾什麼那種 有的沒的那種新聞都是 大陸的才會有的 香港比較少那種問題 其實大陸也是有很多很可愛的人 大陸的還是遇到都很特別 不要不要遇到政治話題都是很好的 我們準備了兩張照 分別是香港 和大陸的男團 看一下台灣人分不分得清 誰是香港人 誰是大陸人 這個比較像大陸的 他每個長得像羅茲翔 每一個都超像 不是 這兩個就是有一個大陸的感覺 這種頭髮還蠻像大陸人會懶的 主要是看頭髮啦 主要是看頭髮 如果頭髮看不出來 才會看衣服還蠻好認 就是越誇張越好 然後這裡都是那種 就是亮到 亮到身上不行 好像走在路上會發光一樣 他們是有差別啦 看得出來 我是以比例去分啦 因為大國嘛 那他們就整形的也多啊 看得出來是整的啊 香港的話看 我覺得應該是 蠻自然的啦 對 我覺得大陸人應該可能會比較穿得更 狂放一點之類的 香港 為什麼你會這樣覺得 香港好像比較正常一點 我會殺馬三哥 沒關係我戴口罩 沒有人認出我 香港有自己的特色 但是這個中國人沒有 他們比較偏韓吧 對 他們比較浮誇一點才會紅 對 他們要浮誇一點才會紅 他們人太多了 對 我就是看那個一人一向過去嘛 一般來說台灣人的話 就是如果是中國人跟香港人 都會選擇香港人 比較清淨的感覺 對對對 這個長得很可愛 有點滾滾的 但是有人說他 單眼皮像大陸人 我剛剛有在想 但我覺得這樣子的話 應該在台灣 在中國沒有辦法出到的感覺 對 對對對 因為他們也是 就是看顏值的那一種 而我覺得這是 香港這是大陸 因為就是風格吧 這個人長的 看起來像大陸人 但是這個人看起來像香港人 我不知道 但是我覺得這看起來很大陸 所以他應該是大陸人吧 這個頭髮感覺就是 很像大陸人會有的頭髮 往上梳 然後中分 就想要學韓國 但他的臉看起來像香港人會有的臉 所以我也不知道 這邊是大陸人 他叫 Made in China 我覺得這是香港 這是大陸人 不是看輪廓啊 感覺就很像 單眼皮吧 不一定說 是單眼皮的就是大陸人 就覺得看起來他的輪廓就很像 第一個香港人 然後第二個是大陸人 我也覺得第一個是香港人 第二個是大陸人 因為第二個這個人就看起來很純 就是大陸人 第一張看起來比較帥 所以應該是香港人 香港人就比較潮一點 因為可以跟國際接軌 大陸人就是比較 比較 看起來比較野蠻一點 就因為他眼視比較開啊 就比較大陸啊 風格也比較大陸啊 穿衣服也看起來比較土一點這樣 一方是大陸人 兩方是三個人 喔 喔 為什麼 為什麼 真假的啦 真假的啦 蛤那我比較喜歡香港人欸 怎麼辦 對不起 對不起 蛤 但是他們一個就是賣臉的 一個是賣才藝的啊 所以不太能分出來吧 對啊我自己覺得是這樣 想不到ERROR的肥仔就好像七黑中的螢火蟲 那麼鮮明 那麼出眾 我們問十個有十個的台灣人 都是看著他來分大陸人和香港人的 其實結論就是呢 很多台灣人都大跌眼的 原來憑外表是沒有辦法分得清誰是大陸人和香港人的 台灣也都補充說呢 如果不是跟那個人相處過呢 其實都很難分整個亞洲的人 所以說你的樣子是很難決定你的身份的 主要都是靠你的行為和語言去區分 大家希望在世界各地都會注意一下 記得訂閱果子啦 還要按鈴鐺